當年譚耀文轉戰影壇發展 在1999年獲得電影獎項之後 滿以為可以更上一層樓 可惜世事無絕對 阿譚, 我想問你 當時你香港電影急創獎 和金馬獎, 野獸刑警 每個人都稱讚你那個什麼? 禁錠環, 還是… 這樣做得非常好 但是你獲得了兩個獎 好像路好像突然停了 你當時如何面對這種情況? 為何會停? 對, 按照計算應該… 對, 按照計算是 對, 按照道理而已 當然沒有道理 原來圈就是這樣? 對, 真想不到 很多事情… 停了多久? 很多事情不是… 一加一… 等於完全… 對, 原來當時獲得兩個獎 都是在一間公司裡拍劇 對, 對 但是那間公司…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公司 但是我以為會因為… 獲得獎… 獲得獎 會自然 這麼辛苦、這麼努力 多年都是為了那一刻而已 但是以為會有很多電影拍 然後公司會在你們身上開很多電影 甚至即使公司不可以 打算外面也會找你 對, 誰知道原來不是之餘 我記得我拍攝一部電影的時候 也是這間公司的 這間公司的高層來探班 很高興, 但原來不是來探望我 只是順便而已 是探望一個偶像 在我們這部電影裡 偶像的主角 我感覺到當時我被忽略 有些人被… 原來如此 我是你公司的人, 你竟然不是來探望我 為甚麼 然後分析了 對, 偶像 英俊 有很多支持者 對, 我不是 我有演戲, 實力 我終於明白那道理 我覺得原來市場也好, 甚麼都好 原來選擇主角 主角一定要英俊 不懂得演戲的也可以英俊 可以做主角 到今天也是, 很多都是 所以我明白, 現在我不夠英俊 好, 我照鏡是真的… 那也是, 你真是… 不是一個英俊, 不是很英俊 我當時知道… 我要離開, 我要… 即是離開這間公司 我要找我的天地… 那時候內地向我招手 剛好, 因為拿了一些獎項 所以當時我便想到市場 原來實力的角色 都可以當主角 雖然是電視劇 但當時我當時很有滿足感 我覺得我終於在通稿單上… 我記得很開心 在通稿單上, 排第一位是我 很開心, 探耀文, 第一格 第一格 你第一次做人嗎? 那時候是否第一次做林主角 第一次, 很開心 真是開心得… 當時是… 所有人在人被海之下 吃飯, 真是隱寓 甚麼都… 甚麼都是 淡過前淡過後… 很開心, 比那段時間更開心 後來…當然很快… 我不是這樣的人 很快就知道 大家都很開心, 一起工作 我那段時間很樂而忘返, 很樂而忘返 我覺得你原來也是一個 挺容易開心的人, 是嗎 還自我開心的人 因為那時我一直… 我想我當時30歲 30歲… 只需要鼓勵 一個男人是一個關口, 要插旗 你好像給了很多限制自己 30歲要買樓, 要成家立室 30歲要做完所有的事 對, 那時… 而且那時被忽略的感覺很難受 忽略, 以前唱歌不太好 然後… 難得證明自己在演藝上 第一次被觀眾… 即是可以演戲 被觀眾給了一個, 對吧 很多朋友、家人 都當我驕傲那一刻 譚耀文事業上經歷過幾番起碟 都可以沉著應對 因為他相信只要有實力 始終都會有人欣賞 你用梅子去形容自己 當時有這種感覺 哪有呢… 不如意 很可愛 這個形容詞… 反正是不可愛 是形容詞, 沒所謂的 每天都可以 其實你在這個演藝生涯中 有否覺得自己曾經上水落落很多次 還是其實你是穩步 是上水落落的 只為機會來了, 又沒有了 是嗎 是 那時候那種不斷的失望 我自己很享受 做一個內地劇集的男主角的時候 同時TVB也有找我回來 我也有拍過 我回來拍了兩、三部 男主腳的… 男主腳的劇集 可惜那幾個收視 又不是很… 不是很突破 不是很沖上雲宵 所以那時候我又覺得… 我本來回來拍過幾部TVB的劇集 2004年、2005年 這兩年裡拍了一口氣 拍了三部 對,逐世成真、無明3D 還有真心奪妙 那時候真的很開心 但當時我又看到一件事 好像… 這裡好像不太適合我 也好像不好,不太適合我 我又走了,我又回去了 你經常都會跳出來 很冷靜地去旁觀自己 很懂得分析自己 是… 你不用別人告訴你嗎 不用,我主管 你會對自己整個人生的路程中 你經常旁觀,經常分析自己 經常反省分析… 不,也看到最重要是怎樣令自己突破 如果我一直在這裡拍… 那… 那些什麼呢 可能我會做了一個視帝 或者我做了一個… 其實是好,當然好… 做完視帝,又是去內地拍劇 對,那是一個終極要去的地方 賺錢的地方 對,問題…事態也好,是很好的 但我停了這麼久 在一個地方 如果我一有感覺到… 不是… 沒有人走,我就要走 即是… 那你不是其實… 你不喜歡我,又或者我不喜歡這地方 就沒有了 那你又有一個給別人幸運的地方 就是當你覺得沒有運行走的時候 你又可以轉個彎,又走另一條路 對,我有… 多路讓你走 是嗎 就是你的… 我做了一件事… 我轉了嗎 但我做了一件事 跟我的精神、我的力量 做了一件事的精神是沒有改變的 我曾經做訪問做過一個… 說過這個感受 好像一個劍手一樣 我視我自己為一個劍客 到處去給劍 給得到的地方,我就留下來 留下來… 留下來無法給你,又走去看 我可以去找到自己的盟主 去找到我自己的山頭 那你自己有不得、有反應 但我開心 我們可以到處跟不同的高手 過招 你會學到幾招,對嗎 學到很多不同的… 其實你學到自己的隊伍 因為我一直都是這樣想的 未來的日子 譚耀文依然會在香港和內地兩邊走 而喜歡接受挑戰的他 就透露還有很多大計想實行 我知道你想做導演 是… 為什麼呢?為何會想做導演 因為很想像… 我…我的主觀… 很多人會覺得我做演員 我自然就埋位,很舒服 但做導演之前要讓別人早去 走又要下班,別人過了下班 你還要在這裡 那… 你會把這個計劃打算幾天實現 做導演 但做導演比我做演員有個好處 就是不用減肥 不用說很辛苦 要顧及穿甚麼衣服 我覺得有很多很不瀟灑的東西 我明明就是要做這些吧 當然不是 我的精神可以負擔 我是一個喜歡想法的人 我剛才演戲想角色 也很喜歡想法 可能想好很多版本 想幾個演繹方法 就算甚麼… 你覺得做導演可以整部電影 對 怎樣去撕殺演樣 控制整件事多一點 因為演員只能控制自己演出的部分 但導演真的可以表達電影的訊息 例如第一部電影,你自己的主男 導演作品,你想拍甚麼電影 我會覺得偏向警匪,願意警匪 你覺得你會擅長這方面?動作方面? 對,因為我想表達… 可能我潛意識很想表達男人之苦 對 痛苦 男人的壓力、男人的浪漫 都會在警匪中… 做了兄弟情 源義中的兄弟情 杜琦峯、John Wu 很多曾經的大前輩給我們啟蒙 因為可以透過電影 也能表達男人的浪漫 亦可以表達女性的溫柔 我覺得… 我是男人 我想拍攝到第一身 男人的浪漫是可以很偉大 對,當然可以不作聲 藏在裡面默默做,默默支持很多東西 例如工作、同事、家庭、子女 很多東西都可以上場打仗 但回來後可以是一個很… 可以…所有的負擔都拿得起 但又不能出錯 不可以… 排叉答錯… 不可以… 我整部電影都說出來 但卻沒有說過內容 下一集,譚耀文會公開感謝他背後的女人 因為本身已經照顧兩個小孩 還要照顧壞我,還要照顧壞我 我家人,他自己家人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偉大… 還會說說給網民讚是孝順仔的心情 因為我覺得我發過網絡 發過網絡,也是想表揚一下 想大家關心一下老人家 因為我也付出很多精神 太太也付出很多精神去照顧他